導演電二郎 張作季性侵案判三年十個月 妹 這是你最喜歡的導演張作季拍的 我現在可不喜歡他 還對他很反感 為什麼 去年五月有一名女編劇 受邀一起到張作季的工作室 參加電影殺青慶公宴 結果那女編劇喝醉 張作季卻性侵人家 這種事情可不能亂說 那女編劇報警驗傷 在體內驗出張作季的驚意 天啊 沒想到得過國家文藝獎的導演 居然是惡狼 那現在張作季怎麼辦 還能怎麼辦 一審他被判三年十個月 結果他不服上訴 跟法官說他喝醉 不記得那天發生什麼事情 居然掰出這種理由 爛透了 對啊 所以法官昨天駁回上訴 二審人判三年十個月 但他發聲明稿說 還要再上訴 證據確鑿 看了張作季要翻盤難囉 對啊 唉 真是讓人失望啊他 動新聞總總報導